中秋的議會選舉很快就要到了 不過就在投票前進的竟然傳出 丹麥總理在赫爾本哈哥 他遭到了襲擊 這是發生在禮拜五的傍晚 丹麥的女總理 他就在首都這個地方的一個廣場 就被一名男子給毆打了 而攻擊者很快就被壓制給逮捕 而根據目擊者 他們也表示了說 總理他看到之後 立刻就被國安人員給護送來離開 並沒有明顯的萬傷 不過確實是受到了不小的一個驚嚇 不過其實在三個禮拜前的時候 斯洛伐克的總理 才剛剛遭人近距離的開槍 再加上了歐洲議會的選舉 兩天之後就要投票了 所以可以說是時機相當的敏感